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號 我是羅旺哲 再來看到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的一個情形 因為現在俄國的國防部發布了最新影片 這個是俄軍使用溫壓彈 對哈爾科夫地區進行目標打擊 那根據媒體報導 這個俄軍在哈爾科夫這個地方 執行任務的時候發現烏軍的集結地 那隨後就用溫壓彈進行打擊 那現在俄羅斯媒體持續報導說 現在一個晚上有61架的烏克蘭的無人機 在該州上面的上空被擊落 這樣的情形現在俄方 他說挫敗烏克蘭的無人機 來對俄羅斯境內進行目標實施 恐怖主義的攻擊企圖 那俄國的防空系統攔截 而且摧毀了83架的無人機 所以無人機看起來數量真的是非常多 那俄國的媒體持續報導說 烏軍指示士兵與媒體溝通時避免使用撤退 那要改叫什麼呢 而是用進攻或是勝利的詞彙來描述 烏方的軍事行動 那包括了這個新多哥他有報導說 現在包括烏克蘭的武裝部隊 其實試圖反擊 那力圖呢 這個遏制俄軍進行部的控制範圍 那烏軍操縱了無人機叫小飛燕 成功擊中了俄軍的T-90M的坦克 那這個新多哥也有報導說 25個這個俄軍進入村莊 那烏軍的高爆彈要直接團滅 那烏克蘭的這個國民警衛 第14旅在紅軍城方向的這個防禦戰中 4名烏克蘭的戰士 在炮火跟無人機的支援之下 成功殲滅大部分進攻的俄軍人員 好那現在美烏是不是著急了 俄羅斯是不是要聯手北韓 那中國態度又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可以持續看到 現在呢烏美兩國的防掌通話 討論前線的局勢 也就是討論紅軍城 跟像其他的這些地區的局勢等等 那就對美國對烏國的這個國防工業 進一步討論跟磋商當中 那現在美國呢 增加對烏克蘭的軍援 提供4.25億美元來買武器的軍援 但是還有含反無人機的彈藥 那現在包括了北韓的這個外相 他其實有跟俄羅斯的駐北韓大使 來溝通說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 直到獲勝為止 那中國大陸的態度是如何呢 現在由美國的官員 趕快前往中國駐美的大使 這個謝峰所的住宿 說中方的官員對話 期望能夠利用中國老大哥的影響力 對平壤進行施壓壓力 降低衝突擴大的可能性 但美國是不是也在玩兩面手法 大家要看下去 因為美韓也呼籲中國阻止北韓援俄 而且中方實際上是反對 美國既有烏克蘭問題 對華進行抹黑或施壓的情形 因為中方在聯合國的安理會會議上 批評美方不停向戰場輸送武器 反對美方借得烏克蘭的問題 進行中國抹黑施壓 甚至中國的代表耿爽 也有講一些話 我們來聽聽看這段畫面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的話 美國代表一會兒在發言中 還會像前幾次一樣 就烏克蘭問題 對中國污蔑抹黑 向中國甩鍋推擇 在此前的會議上 我都會對此作出回應 今天我索性主動出擊 先來說一說美國 近三年來 中國一直在為此大聲疾呼 奔走斡旋 究竟誰在支持和平 誰在阻撓和平 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美國的總統大選 大家也非常關注 因為現在美國總統大選 俄羅斯外長放話 梅爾處於直接的軍事衝突邊緣 講的話非常重 他甚至被問到說 下週美國總統大選時的情況 俄羅斯就是說 這場選舉 無論是川普或是賀錦麗勝出 對俄羅斯而言 都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那現在到底誰的民調是領先 這個事情大家非常關注 英國媒體《每日郵報》 封關前做出了民調 川普領先三個百分點 有望贏得普選 可是你看 仔細再看下去的話 川普是以49%的支持率 超越對手賀錦麗的46% 領先三個百分點 但是同一時間 CNN的民調好像又不太一樣的方向 七大搖擺州的民調 賀錦麗有一面 但是CNN獨牌綜藝 引人注目 因為CNN的民調 在南方的兩個關鍵州 喬治亞可能有選民48%是支持川普 47%支持賀錦麗 但是在北卡羅乃娜州 這個賀的支持率 甚至只有勝過一個百分點 那現在大家討論說 會不會像是拜登惹的貨 拜登這個垃圾論 現在會不會引發了 美國總統大選的一個結果導向呢 現在美國媒體爆料 白宮改文字記錄 而且還加一個符號 加什麼意思 把文章內的這個支持者的符號 加上一個符號 就是有沒有supporter 加個逗號 改成是一直支持者的仇恨言論 所以現在變改在方向之後 能不能夠改變選舉的方向嗎 這大家也非常好奇 所以像川普繼續跟賀錦麗 決戰搖擺州 那雙方也會就集會的地點 湘俊只有在七英里 非常的激 這個是在密爾瓦基的這個 民主黨的選票最多的地方 但是在郊區多數是共和黨 選民居住的地方 那對川普來說尤其重要 好 先請教賓哥 賓哥怎麼看向俄烏的一個情況 俄烏的情況 雖然烏克蘭還是在奮勇抵抗當中 但是整個形勢比很強 不管在人數上物資上面 炮彈的數量上面 其實他慢慢慢慢被俄羅斯壓得很厲害 不管是在庫斯克也好 烏冬也好 他現在都是面臨俄軍的步步進逼 所以這個情況 以目前來看 不管美國或北約給他這些零星的武器資源 恐怕是很難扭轉現在這樣一個局面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 哲倫斯基的態度其實慢慢在改變 他以前是一直要求 俄羅斯要把所有的領土 從克里米亞 2014年以來所有的 烏克蘭上市的領土全部歸還 要這樣的基礎下才能和平 可是他最近已經不再堅持這些東西了 他最近反而一直在要求說 土耳其巴西 中國大陸 你們過去提的這些和平協議 你們都可以提了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知道 情勢現在逐漸對 烏克蘭越來越不利 現在問題是在於 情況大家都看得出來的時候 普丁大概也不會想跟你談 因為我現在已經勝券在握 我幹嘛跟你談 我能夠多拿地就多拿地 我能夠佔據更大的優勢 就一直往這個方向走就對了 所以情況為什麼演變如此 其實就是美國在背後 美國一直不想讓這場戰爭停下來 所以美國不斷的給烏克蘭輸血 可是你給烏克蘭輸血 你又不真的全力支持他 你只是希望他拖住俄羅斯 維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不是嗎 不然你美國就真的大力援助他 你真的直接派兵啊 你剛剛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可是美國就是沒有做這件事嘛 所以烏克蘭戰爭今天拖了這麼久 讓烏克蘭損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讓他們整個世代的年輕人滅絕 是誰害的 不都是你美國人害的嗎 所以我認為耿莊講的是有道理的 你們一直在指責中國大陸 說他在那邊供應俄羅斯供應什麼 請問一下證據在哪裡 那我們全世界都看到了 美國一直在支援烏克蘭 你自己也承認這件事啊 是你一直不讓這場戰爭提起來 是你一直造成更多人的死去啊 這是美國的責任啊 那美國又不願意真的跳下來 結束這場戰爭 所以咧 所以責任當然是在你美國人身上 然後你現在希望中國大陸對 韓國發揮影響力 對朝鮮發揮影響力 抱歉 你以為 中國大陸會希望朝鮮派兵去俄羅斯嗎 他當然不希望 可是問題是 你認為金正恩現在會聽習近平的嗎 我不認為會啊 因為現在很顯然對朝鮮來講 他被封鎖了這麼久 他現在去支援俄羅斯對他是有好處的 是 他不管是他要糧食啊 其他相關的物資資源啊 甚至軍事武器的提升啊 甚至一些技術的提升啊 這個對朝鮮來講是全面性的進步啊 而且對朝鮮來說 這是對他有利的一個方向 他為什麼不這樣做 所以中國大陸去勸也勸不動 沒有用的 不是中國大陸不想勸 那甚至之前 那個朝鮮跟那個南韓很緊張的時候 那時候金正恩去直接把那個道路炸掉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解放軍在黃海演習嗎 因為他也害怕這邊會起衝突啊 可是問題是 現在就是看金正恩要怎麼做 而不是去問習近平要怎麼做 習近平沒有辦法去阻止這個事情發生了 所以美國人自己應該要知道 這整個禍事你惹出來 那你自己要解鈴還去戲鈴人 你必須要去解決這個問題啊 可是你解決就了嘛 那但是我必須講 現在整個大勢看起來 好像選舉開始往川普這個方向傾斜 因為賀錦麗看起來有點後繼無力 那如果真的是川普要上來一個局面的話 我覺得其他國家怎麼想是一回事 我們台灣到底要怎麼辦 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但心得你要好好去研究這件事 好請教一下翁老師 怎麼看美國總統大選 美國總統大選 我們確實看到了 現在是選情非常的緊繃 當然各家的民調 尤其是民調都會出現 所謂的機構效應 我們知道特定的媒體 也許在政黨的支持上面 有一些偏差 可是整體來說 我們看到最近的趨勢 確實是共和黨在上升 民主黨稍微的維持平盤 甚至有一些些抑震乏力的感覺 雖然CNN做出民調 但是我們還是比較冷靜謹慎的來看 現在的局勢 可以說是neck to neck 非常緊繃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新聞當中顯現 今天這兩位 川普跟賀錦麗 都會搶攻威斯康星 威斯康星州 威斯康星州 在過去2016年 2020年這兩次大選 雙方的差距 為什麼如此的關鍵 因為雙方差距都在百分之 不到百分之一的 這樣的選票差距 拜登在2020年贏 川普不到 大概只有2萬票 川普在2016年 也贏2萬票而已 為什麼兩個人 在這個威斯康星州 這麼接近呢 因為整個威斯康星的政治氣氛 長期以來 就是一個政治文化 政治立場上面 非常搖擺的 那現在呢 為什麼他們 這兩位都會到 最大的城市 密爾瓦基這個地方 密爾瓦基這個地方 確實出現一個 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在市區當中 非常明顯的是進步派 民主黨的支持者 比較多 可是在周邊的 就在城鎮的周邊 所謂的郊區地帶 就是在 尤其在威斯康星 非常有名的郊區地帶 叫做WOW 剛好這三個郡 三個county 是Waukesha 然後Ozaki 還有一個是Washington 這個WOW 在威斯康星州 可以說是被視為 所謂的這個 章魚哥的這個選區 WOW 這個地方通常會符合 最後的選舉結果 這也是為什麼川普 要到郊區 而賀錦麗會到市區 換句話說 現在從這兩位候選人搶攻 所謂的搖擺州 可以看得出來 選情是非常緊繃 緊繃到他們非常 必須要非常注意到 一張票都不能少 在美國選情緊繃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來看外部的效應 很快地說一下 這巫俄戰爭 或者是美國大選會 再來的影響 其實現在的澤倫斯基 確實是非常的緊張 因為整個現實的戰場 的狀況 並不是這麼理想 雖然我們都希望 所謂的民主國家 可以一起來提供協助 可是現實還是要考量的 烏克蘭現在最擔心的 恐怕是在美國大選之後 也許有上任的 新的美國總統 對現在支持烏克蘭的政策 做出調整跟改變 我們知道 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其實現在兩黨候選人 有明顯的差距 民主黨會比較傾向 持續地給予更多的援助 但是共和黨呢 比較強調的是 美國的錢 必須花在刀口上 烏克蘭現在到底 有沒有落實美國的期待 所以對於這次的大選 很顯然的 對烏克蘭來說 他有緊張感 所以他最近 澤倫斯基會最近 不斷地呼籲 我們確實 為什麼要特別關注 美國大選 這麼膠著的戰況 引起很多的猜想 包括烏克蘭的緊張 就是因為 新的美國政府 新的美國總統 恐怕對於整個全球的局勢 會帶來直接的衝擊 那當然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都說 台灣也要非常小心地 觀其言聽其行 好 請教建長怎麼看呢 如果我們看到 現在在庫斯克 這個部分的戰局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一個狀況 也就是我們 在各位觀眾 左手邊的這張圖 其實是10月27號的 那在右邊這張 是11月1號的 我們仔細來對比 這個藍色的區域 也就是現在烏克蘭部隊 它所掌握的 紅色的部隊 也就是俄羅斯 它所反擊的部隊 那個位置 那其實我們這樣子 比對這兩張圖 沒有什麼改變 都一模一樣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其實他們最重要的 也就是 動員所有的部隊 好像要對庫斯克怎麼樣 拉住所有烏克蘭在庫斯克的部隊 因為當初在庫斯克的部隊 都是烏東的這一些 烏克蘭最精銳的部隊掉去的 所以現在它緊緊的抓住在這邊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的說 有關於北韓的部分 它其實最可能的位置 其實是在這邊 那我們之前所談到的車程部隊 它在這邊 也就是未來都是一層一層的 讓這個烏克蘭的部隊 後撤無門 那我們至於說 我們講到說使用溫壓彈的 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在哪個地方 我們剛剛講的是這個 庫斯克的是這個地方 哈爾科夫就在這個地方 那哈爾科夫為什麼變得這麼 會使用溫壓彈 當然他發現了 烏克蘭的主力是一個原因 但是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如果我們觀察 現在俄烏戰爭的一個進程 他們都是先大規模轟炸 轟炸的過程中間 就包括了溫壓彈 那我用溫壓彈呢 不僅是摧毀你的一個主力的集結 第二個呢 他會造成那個震懾的影響 也就是你後面的部隊看到了 前面的部隊已經這樣被殲滅 然後你會看到那個 很可怕的那個爆炸的狀況的話 你就無力往 你就沒有那個信心再繼續往前走 那溫壓彈的部分 其實他這個並沒有很複雜 那但是他造成的影響非常大 為什麼他其實在他會經過兩次爆炸 第一次爆炸的時候 他會釋放出那個金屬粉末 然後再跟空氣混合之後 第二次爆炸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美國跟烏克蘭兩國的國防部長在討論這些事情 不覺得內容很少嗎 然後這個內容還講到說 美國安全援助的最新狀況到底是什麼 他給了是什麼 那個F-16還有要繼續給嗎 大家還有聽到嗎 沒有啊 M1A1有要繼續給嗎 沒有啊 他要給的是什麼 給你刺針給你脫式 給你刺針防空飛彈 給你脫式反裝甲飛彈 那個都是什麼 那個都已經是盡身肉搏的裝備 那他另外還說說 他會加強烏克蘭工業基礎 以滿足他的國防需求 烏克蘭現在根本已經打到家破人亡 斷臂殘垣了 你說要增加他的一個工業基礎 這不是講笑話嗎 對不對 他現在要的就是你實際的裝備 結果你說我在增加你的工業實力 這不是笑死人 那另外我們再繼續看 這個就是烏冬的狀況 我們就會發現他的跟庫斯克的狀況非常不一樣 他有大規模的推進 那例如說我們講到之前 我們在大家左手邊的這個是10月27號 那右手邊11月1號也就是最新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狐利達爾幾乎已經被打下來了 現在真正的這個圈圈的大小 象徵於他的戰爭的規模 那個以及慘烈的程度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其實他是庫拉西夫卡 那也就是俄羅斯的114的基布旅 現在前往這個地方 準備將前這個部分 從狐利達爾到我們剛剛講到的庫拉西夫卡 整個推平 整個推平之後 他們就會繼續的向這個位置 也就是紅軍城推進 那他這樣的推進 其實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烏克蘭 其實在烏冬戰場打得一塌糊塗 而且我們聽到越陌生的名字越多 代表烏克蘭越慘 好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者 再看到現在中國大陸的高鐵 哇連芬蘭的總統都大戰 這個中國大陸的高鐵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看這個畫面 好各位觀眾 剛剛看到的就是芬蘭總統 在搭這個中國高鐵的這個畫面 他說這高鐵看起來 他拍的也是看起來穩穩的 畫面看起來非常穩 也沒有搖晃的感覺 所以他特別曬出了一段 他體驗這個金戶高鐵的畫面 所以現在包括了9月13號 挪威首相也大戰大陸的高鐵 那現在斯洛伐克的總理佐菲也說 這個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 前所未有值得肯定 那他講完之後 現在習近平也要會見 這個斯洛伐克的總理費科 他說中歐的關係 應該有現在的成熟和穩定的發展 希望歐盟跟中國夥伴的關係穩定 現在採取積極務實的對華政策 而且妥善的一些分析管理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畫面 好主要強調什麼呢? 強調要妥善來管理分歧 避免經貿的問題政治化 那我們看到斯洛伐克總理 還要仿中將跟習近平會見 要加強電動車的合作 因為現在計畫在合資斯洛伐克 成立電動車的電池廠 預計2026年開始生產 好那我們談到電動車 現在看到歐洲 現在是不是離不開中國大陸 這個是經濟日報報導 說現在電動車的關稅有望解套嗎? 大陸的商務部證實 歐盟將派員到中國大陸進行磋商 那現在雅虎也報導 商敵1000自損800 歐盟課稅中國的電動車 35.3% 反補貼稅將造成歐洲的生產過剩 這個是歐洲最大的汽車集團的執行長 他怎麼說? 他說就是因為現在如果加速 歐洲當地的汽車製造 在歐洲的關閉工廠的話 這樣將推動中國製的製造商 直接在歐洲建廠 進而加劇澳洲汽車業 可能會產能過剩的問題 那現在匈牙利的各界人士也表示 歐盟這一套的保護主義 行徑將嚴重打擊歐洲的競爭力 而且損害歐洲汽車業跟消費者的權益 那消費者怎麼說呢? 當然消費者最後一根稻掃 消費者他變成說最後迫使以翻倍的價格 來買一些替代的一些車型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反噬在消費者身上 那我們看到現在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包括像比亞迪 10月的銷售量已經將近50萬台車 創下歷史新高 好那不只電動車 現在中國大陸也要發展太空的實力 現在太空實力也讓美國羡慕了 我們看到神舟18號、19號 城主完成太空站的交接 準備迎接太空人順利返航 預計在神舟18號 三個太空人預計在11月4號來返回地球 那現在持續看到的就是 東風著陸場目前已經準備了各項的就緒 那要準備搜救任務條件 而且神舟18號呢 城主反隔的過程呢 將經歷這個煞車離軌 自由滑行 再進入大系程 開傘著陸等四個階段 預計耗時要50分鐘 那現在中國大陸呢 要不要提前完成火星的採樣 現在美國也嚇到了 中國版的斯普尼特時克嗎 就像天問三號呢 火星採樣即將返回 前兩年 現在由2030年前後到2028年前後 消息一公佈的話 哇馬上在美國引發討論 那美國專家指引 如果中國成功領先 美國進行火星採樣返回 這將是又是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克 好那現在美國的太空軍負責人 怎麼說呢 美國太空軍人他說 哇看到中國的太空能力 令人難以置信啊 增強大了軌道戰的一些風險 他說華盛頓必須要跟盟友合作 來應對中俄的威脅 那中國大陸的一些軍事專家 就分析說 美國現在刻意來炒作 太空的威脅論 是為了給自身推動太空武器化 和戰場化的行為來找藉口 進而來謀來對太空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 好先請教一下 兵哥怎麼看這個包括高鐵這樣行行 中國大陸的這個高鐵的技術 還有它的基建 當然是世界上的佼佼者 我想是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這也不是第一次有國家級的人物稱讚 實際上這個稱讚的多了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人家的實力擺在那個地方 你就算要否認也很難 我們再怎麼黑他高鐵沒靠背 人家還是很多人去做 所以我覺得用這種心態去看大陸的發展 其實是很不好的 反而顯得自己心胸狹小 應該是更多去觀察大陸的優點 它的進步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我們台灣這邊是不是能夠趕快學習 能夠趕快改進自己的狀況 那至於斯洛伐克他們這邊 現在都想要爭取跟中國大陸進一步的合作 這是理所當然的 實際上大陸也一直在推動這些東西 他用這種經濟的方式 用合作的方式 然後從經濟的合作到最後 增強彼此之間的結盟的關係 中國大陸雖然也號稱是不結盟國家 可是他的一帶一路 他參加的金磚 其實都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結盟 實際上也讓他在全世界的影響力 越來越大 那當然歐洲現在警覺到這些狀況 想要去對付中國大陸 可是其實他們去增加這些關稅的結果 到最後是怎樣 到最後第一個 大陸的車還是比你的便宜 他還是可以賣給你 然後第二個就像他們 有些人預測的一樣 他中國大陸也可以透過在當地設廠的方式 那在當地設廠的話 就可以避開你的關稅的問題 然後到最後 你問題的徵集還是在於 你歐洲的汽車到底有沒有辦法提升自己的技術 能夠讓中國大陸無法超越你 競爭力要提升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生產成本本來就比中國大陸貴 然後再加上你的技術如果有比人家落後 那你的車子到底要怎麼打贏這行戰爭 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美國其實也是一樣的問題 你光加關稅就能夠解決一切嗎 實際上如果到最後大家都變成關稅壁壘的話 受害的是全世界的人類 大家的經濟到最後全部都僵死在那個地方 這個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那中國大陸他現在要提升他對 這個所謂的天問三的這個 其實這個很不尋常 因為你看過去中國大陸 你認為他真的沒有能力 現在就進行載人登月嗎 我認為他有 但是他不急他慢慢來 因為反正載人登月早就有人試過 我去也不會變成第一個 對不對所以我不如慢慢來穩扎穩打 做詳細一點 對把一切都做到最穩健的地步我再去做 因為中國大陸這種東西是不容失敗 那他現在會想要立刻提升這個東西 我認為恐怕這代表中國大陸近年 在技術上有取得的突破 所以他們認為他們可以調整他們的整個任務的排程 然後可以再加速對火星的這樣的一個探索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講當然是一個警訊 所謂史破尼克時間是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當年那個俄羅斯發了衛星上去 砰一個打壓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 所以才造成了美國恐慌啊 美國那時候才動用全國力量激起直追 那美國現在還能夠做這件事嗎 很抱歉 美國已經不是當年那個美國 他現在已經做不到這件事 是好請教翁教授怎麼看呢 是我們看到這一連串的討論 基本上討論到歐盟國家想要用 所謂的加高關稅來保護歐洲 自己的汽車電動車產業 如同剛剛韓畢哥所說的 這樣的保護有效嗎 保護了之後加了關稅之後 價格還是沒有相對的競爭力 如果本身歐盟的汽車並沒有相對的優勢 就算是透過保護 我們只能用一句成語來形容 就是慈母多敗兒 不見得能夠真的讓歐洲的電動車產業 能夠有相對的競爭的能力 那當然更可能的會造成的 整個電動車的產業可能衰敗的更快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包括了芬蘭 包括了斯洛伐克 這些國家都紛紛的在面對中國問題的時候 不是完全的踩在一刀切的好壞的立場 而是非常務實的在思考 到底如何來面對崛起的中國大陸 在產業上怎麼樣來合作 而不是完全站在美國這一邊 所以換過來我們就要說美國了 美國到底如何來面對中國 我們都知道中美之間是一個結構性的競爭關係 所以在結構性的競爭關係當中 美國用它非常傳統的 所謂的二元對立的思維來思考 美國是正義的一方 中國是挑戰者 所以在競爭上面只有贏家跟輸家 沒有中間的模糊地帶 因此美國會一直要求他的盟友 所謂的西方民主的盟友 完全地站在美國這一邊 忘記了其實在中間還有很大的運作空間 更何況在全球化的時代 如果要求盟友完全放棄跟中國 或者是跟任何具有大量市場 低價勞動力的國家打交道 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因此美國現在在戰略上面 需要做重新的重組 在所有的跟中國的競爭關係上面 目前還是比較僵化的採取的是 擔心中國崛起 中國的威脅 中國很危險 可是這種路線 在大選之後 恐怕必須要做重新的思考 否則中美之間的競爭 到底入使誰手 恐怕還說不定了 好 請教一下建長你怎麼看的 我們剛剛從畫面上看到 也就是芬蘭總統 他去搭乘了高鐵 不只有芬蘭總統 那其實挪威首相也去了 那挪威首相 我們再一次證明 剛剛除了剛剛畫面之外 我們這個畫面又證明了 中國大陸高鐵是有靠背的 然後我們看到說 他這裡也就是 但是這位首相他提到了幾件重要的事情 他談到說 中國大陸其實跟其他國家 具有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不同 他認為分享經驗 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 接下來重點來了 他這一次來 他除了要跟領導人討論之外 他要做什麼 他說他要到上海附近的一家造船廠去幹嘛 他說他們做了最大的一個汽車運輸船 是尾由中國大陸製造的 這時候要準備下水 他要去視察 意思是什麼 再一次證明了 第一個 高鐵有靠背 第二個 這個中國大陸才是真正最大的一個造船實力的國家 所以美國再怎麼樣 他說他要跟民間的船隻 說要一起那個運輔 想的太美了 這個這一件事情 我們在2010年前 我們就看到解放軍做過了 你現在美軍要做 對不起你要慢慢學 還要架裝備的 另外我們剛剛講到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是這一次歐盟投票說 是不是要加徵關稅裡面 為投反對票的國家 所以為什麼斯洛伐克他的重要性 就相對的重要 另外我們剛剛在裡面看到說 很多人都說中國大陸各種補貼 當然一個產業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要有補貼 不然誰經得起這麼大的一個資本秘籍 那我們看到現在大家所謂 我那個有關於電動車 有關於太陽能板 有關於電動車的電池這個部分 其實都是在2011年中國大陸的 第11個五年計劃 他推動的到現在13年過去了 才開花結果 如果沒有補助的話 早就已經胎死腹中了 而且你美國沒有補助嗎 你美國有沒有補助intel 你也有補助 你補助就是各種好棒棒 別人補助就是各種的產能過剩 這樣說得過去嗎 你就是一個雙標 那另外我們講到說 有關於軌道戰戰爭的部分 為什麼碳空軍特別挑到軌道戰 因為其實中國大陸現在都已經鋪設好 從這個地球到月球中間的 雀橋中繼衛星 也就是說他要進行聯絡 在月球背面怎麼辦 那他需要一個中繼衛星 而且他不是一顆 他是一個星座 也就是很多顆一起組成 才辦得成這件事情 那個美國你要做可以啊 慢慢來啊 等你放這些中繼衛星 中繼衛星其實我們剛剛講的是 地球跟月球之間 那在地球軌道上面有沒有 有啊非常多啊天鏈系統 也就是天鏈系統的所有的衛星 所以大家說 在這個中國大陸跟太平洋 這些島國的建交 其實是為了在那邊 設中繼站 對不起那是上個世紀的思維 這個世紀 直接用軌道上面的天鏈衛星 就達到了幹嘛 在地面設地面站 而且這樣子反射來反射去 結果 反而容易被接收 而且會受到天后的影響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但是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戰略思維是什麼 還記得嗎 1980年代 雷根總統搞了一個SDI計畫 結果進行這個軍備競賽 把俄羅斯 那時候叫做蘇聯 給拖垮了 因為呢 現在還有兩場戰爭正在打 現在大家就會問 到底美國大選前夕 俄方長這個話 有什麼樣的意味 因為呢 他們的外長突然放話 說美俄是處於 直接軍事衝突的邊緣 所以他就講了 不管是誰贏 反正我的立場就是 你們對我都是一樣 一樣的 沒有改變 我們就是已經在 直接軍事衝突邊緣了 俄羅斯現在已經很明確的 可以知道 他跟朝鮮 是BodyBody的好朋友 因為呢 他們兩邊的外長會面的時候 崔山基就直接講 金正恩 有指示大力援助俄軍 好而且呢 他們是說要進行一個神聖的戰爭 其實俄羅斯不是只有 跟朝鮮這一邊來進行交流 10月30號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部副部長呢 還特別去北京見了王毅 中俄朝三方 其實他都有接觸 好所以呢 大家就會去問中方 那你怎麼樣來看 朝鮮現在好像是把他們的兵力 送給俄羅斯這邊 讓他能夠送到前線去 來打仗 中方就直接告訴你的 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我們跟他們 個別來說 是個別的雙方關係 俄朝兩個都是 獨立主權國家 他們要怎麼交流 我們管不著 那是他們的關係 跟我們一概不相關 好目前朝鮮呢 說被用士兵來換取核武的技術 當然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在前幾天 金正恩部很開心拍拍手 說他們終於試射成功了嗎 能夠有這麼大的發展 大家就講 是不是是因為 你給了他兵力 讓他能夠在前線 俄武戰打得更順暢 那因此呢 來讓你換得什麼 包括了洲際彈道飛彈 包括了偵察衛星 包括了彈道飛彈 核潛艇等等相關技術 這一些確實也都是朝鮮 他們現在所想要的 那烏克蘭呢 烏克蘭現在說 有拿到美國這邊 價值4.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說過去三個星期裡面 有第三次的援助烏方 包括了地對空的導彈系統啊 反無人機系統啊 以及專甲運兵車等等 但是澤倫斯基他也很明確的講 先前講的很多錢啊什麼 根本大半都沒有來 他們的前線呢 是有點捉襟見軸的 烏克蘭生意軍官直接說 頓巴斯也就是他們 東部這邊的戰線 是已經崩潰了 因為他們就講 為什麼 當時我們在這邊守得好好的 其實 俄軍很難打進來 當你把人 調去北邊 打庫斯克之後 這邊就空了 就造成這裡的 戰線崩潰 完全不清楚 最終那個庫爾斯克行動的 目的是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線下你來看看 紅軍城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前一直在講 這邊有五條鐵路公路 非常重要的一個要塞 而軍呢 說現在已經佔領了這裡 叫做賽利多瑋 那準備呢 是要往上往下來走 也要拿下這個庫拉斯福 這樣子他們是在空中 在火炮上面 目前再加上人力上面 其實都是有優勢的 那如果呢 這邊再給他吃下來之後 那整個真的是 東半部三分之一的 烏克蘭的領土幾乎就全部 他都可以很簡單的拿下了 那到底受到了什麼樣的威脅 大家也在說 有可能會打到 地涅薄河這邊 因為現在只剩下15公里 攻陷整個頓涅茨克州 好像是有可能的 而且時間也許就是半年左右 不會太久 美國大選又快來了 烏克蘭這邊打得並不順 那該怎麼樣說呢 他們說自己其實已經為 川普做好準備了 原因是因為 在去年沙烏地這邊舉行的 這個烏克蘭和平峰會 很多人都懶得參加的時候 泽倫斯基的副手 他就說 如果川普當選總統 一切都會不同 因為他就會叫很多人來參加 看起來現在 好像已經對於拜登 賀錦麗沒什麼信心 覺得他們超級軟弱的 所以如果川普真的當選 川普當時也有獎啊 那我們就就地喊咖 割地求和 這一些烏東 這裡有可能完全被割掉嗎 俄羅斯 這個有可能就拿下 他原本想要的東西 烏克蘭 這一點大家就開始有各種不同的想像了 因為這跟政治就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政治講求實力了 所以請教一下 帥將軍怎麼樣來看 當俄羅斯直接講誰都一樣 反正我們就是直接軍事衝突的邊緣的時刻 您怎麼來分析 首先我們站在每個國家的立場來看 它的想法是什麼 俄羅斯跟朝鮮兩個的結盟 再加上洲際飛彈的全戰備 對 它有點是逼中國表態 你看朝鮮就跟我出兵了 你講的 因為你中國的態度一直很猶豫嘛 這個保持中立 不結盟 對不對 但是是很好的夥伴 歐洲跟美國又指責中國大陸為什麼 要給軍品名品的東西供應 它有點是這個味道 所以俄羅斯外長也跑到跟王毅去見面 對 這方面當然是談 以後 為什麼俄羅斯要這樣做呢 因為俄羅斯感覺到北約有點蠢蠢欲動 法國 因為北約感覺到威脅越來越大 那北約說存亡此寒 對 所以法國要準備四千兵力去投入 不管這個消息是真的假的 因為北約裡面美軍在北約駐軍就有五萬多人 那加上北約的部隊面臨今天烏克蘭這個狀況 一個是不希望大家繼續打下去 第二個就是說萬一 俄羅斯破張得太快怎麼辦 所以北約也有些作戰的準備 俄羅斯看到了 所以他就希望說最後在你美國選舉 這個十一月 但是總統還不能執行任務了 要到明年的二月了 他就要利用這個十一月十二月一月 這三個月時間 拼命往前擴地 為什麼要拼命往前擴地呢 將來和平談判的時候可以有個bargain的 就是伸縮的距離 當然他現在最遠最大的目標是整個烏東 最好 尼泊河以西通通是他的 那不行再往後退一點也是很大一片 那這個剛剛講的烏克蘭的軍隊 軍人為什麼抱怨 你叫我去打庫爾什克幹什麼 我搞了頓巴士這邊兵力不足 吃虧很大 這是政治上的看法跟軍事上看的兩條 不一樣的想法 我猜輪舍斯基是打庫爾什克 來作為他的勝利計畫的一環 我現在還能打到俄國內出去 你們歐洲要支持我給錢給武器 結果勝利計畫底子不夠雄厚 你這邊打進去不到幾公里停下來了 這邊後花園又失火了 頓巴士這邊又開始 所以你這個勝利計畫賣得出去 顯然賣不出去 連美國只給4億 4億在整個戰爭裡面摔個屁 一天就花了不止這個錢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烏克蘭已經到了山雄水峻的時候 大家又懷疑為什麼紅軍村打這麼久還沒打下來 對 我告訴你 大家都把城鎮作戰 把它直接帶換到巷戰是錯的 城鎮作戰 紅軍村外面有三道防線 又有雷區又有壞溝又有鐵絲網 城鎮作戰打到巷戰是已經最後了 那前面這個陣地作戰是有得打的 通常陣地作戰裡面有壞溝有鐵絲網有地雷有火力交叉的話 那敵人起碼要用三倍到五倍 那俄羅斯為什麼不在正面的絞肉機的打法 他從兩邊側翼呢 因為俄羅斯也不希望再死人 俄羅斯的傷亡也蠻重的 普丁也不能像烏克蘭那樣拼命動員 烏克蘭現在動員到什麼程度 女生都佔16% 女生全部動員上去 這還不稀奇 最近放出一個消息很敏感 歐盟你們這邊在退伍軍人 哪怕是士兵也可以到我這邊當軍官 各位這什麼意思 因為烏克蘭的老兵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基層幹部也犧牲得差不多 因為我們軍人當排長當連長永遠衝第一個了 你不衝後面兵都是怕死的吧 所以我們要一馬當先 所以烏克蘭的基層軍官死得差不多了 有經驗的老兵也死得差不多了 那動員來的這一批一般民眾沒有戰鬥經驗 可是北約裡面的退伍軍人 他們可是訓練得很好 戰鬥經驗 所以來你當排長連長他都讓你幹 這就代表烏克蘭的軍隊到山窮水軍 不只裝備缺彈藥缺 領導幹部也缺 戰場上戰技戰鬥的這個靈魂人物 士官跟基層幹部都缺 這種仗打不下去 我記得在你們節目兩年前我就講 只有打不下去才有彈劾的可能 是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不是真的到了 有想要請教吳老師 因為剛剛呢當將軍講到說 在這邊為什麼不打 為什麼要去打庫斯克的同時 其實呢俄方這邊也講 如果朝鮮他來幫忙的話 因為他們兩邊有簽這個締約嘛 那所以呢他其實是請朝鮮這邊 幫他顧好庫斯克 他自己回首去頓巴斯這邊 那他人調走了之後 哇頓巴斯這邊就又有得打了 他又有了申利軍的加入了 這場戰爭就會這樣子 一再的再往上升級嗎 請教吳老師你怎麼看 其實之前普丁見了這個金正恩之後 他們還加強強化彼此的戰略夥伴關係 而且他們還講了這個 這個金正恩說我雖然這個 沒有親自加入但是我會提供你勞力 我們後來才發現這個勞力其實是 他有派這個依據情報指示 他是派軍隊去幫忙佈陣跟打仗 那這樣的話他們兩個之間 我們講同盟的形態慢慢在形成 這一點我覺得西方社會 其實應該有情報都有看到了 那當然他們現在烏克蘭戰爭 達到目前為止 現在最擔心的其實是美國的態度 我覺得美國的態度還是在烏爾戰爭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烏克蘭打到現在 需要很多的彈藥 剛才將軍人講的 人員 武器跟資金 這都是戰爭必要條件 尤其達到所謂prolong war的時候 那大家現在擔心的是川普 川普如果再上任的時候會怎麼樣 其實我們看今年4月最令人 我們最注意到的是 美國參眾院通過了援助法案 裡面935億美元裡面 其中600億給烏克蘭 裡面包括給烏克蘭的彈藥 哈馬斯 那個飛彈系統還有F-16 那當然給以色列的飛彈 防禦系統跟台灣的潛艦 地區發展 那當然援助烏克蘭高達600億 那個package很高 那再加上最近的這三波 大概都四億五億的美金 不斷地在民主黨 不斷地在支援烏克蘭 那當然川普上來之後會怎麼樣 大家開始在好奇 其實我們川普這個 他的個性跟人格 剛才岩老師也提過了 我們除了他講他重商 交易型人格之外 他非常重視自己的概念 跟自己的想法 還有他的人際關係 所以他說我跟普丁很熟 很好啊 很熟啊 他又跟金正恩也很熟 他跟習近平 他跟這些獨裁者他都很熟 重點來了就是 他對北約的意見很高 他覺得北約 我叫你們加強軍備 加強國防預算 你們都不付錢 他在第一次編任 跟拜登編任就講 他說北約 我叫大家付錢 他們就付啦 你拜登都不要他們付錢 結果是美國人自己付 他又講啦 拜登最無能 拜登無法阻止俄羅斯 我在任的時候都沒打仗 為什麼你拜登上任的時候 你就打仗 所以代表說 川普上任之後 他這種人是這樣 他選前講的 他選後他會開始做 而且他會很快去做 所以他選後之後 他會對於烏克蘭這問題 我想他會採取一系列的 不管是措施手段 或者是談判也好 想要結束這個戰爭 那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 他要逼迫烏克蘭停戰 有幾個 第一個我不給你錢了 你要繼續打 好我就開始斷金流 斷這個援助 第二個 你要對這個領土上面看 你要有什麼看法 不然的話 你就沒有這個錢 我想他想 會逼這個折倫斯基 對於領土上的割讓 會有一些看法 但是我覺得對折倫斯基來講 任何一寸領土割讓 對他來講都是非常痛苦 而且對於選民也交代不過去 當然 請教一下顏老師 我想如果我們今天看 烏克蘭的就是行政區域的地圖的話 我們常講烏東 頓巴斯地區 無論是頓內斯克或者盧干斯克 你大概就知道那個地方 是這樣的一個比較完整的 但是今天我們看 俄羅斯在攻入烏克蘭之後 他並沒有完全拿下頓巴斯地區 他比較這個 只是一個像月亮型的對不對 過來 可是也有一些地區 原來不是我們傳統中的烏東地區 那今天也佔領了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的結果 一定是我要一個完整的烏東行政區 都給俄羅斯 然後或者說獨立之後 或者自治以後就變成了 然後再把這個其他他多佔的地方 可能要還回去 可是現在問題是他東南這個地方 我已經連結到了克里米亞半島 我會放嗎 大概不會 所以他俄羅斯為什麼還在別的地方 還有多出一些攻擊 就是準備到時候 談判的時候用的嘛 就是到最後我們看歷史上 我自己讀歐洲歷史的時候 都是戰爭到時候交換領土了 就是到時候 這一塊換那一塊 那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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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完整我完整 對 而且有的時候還莫名其妙 第三者還補給第三者一塊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這個到最後我想到時候 只要是川普當選 他一定就說 好了我們就按照當時你對這個烏冬地區 你可能有一些政策 引起爭議的 那這兩塊就沒有 那所以我覺得今天 摺倫斯基要把這個烏冬 硬是這個 包括我們講說 紅軍村要硬是守下來 守下來你就讓這個 頓巴士地區就不完整嘛 那俄羅斯一定是說 我拿一個完整的 當初 這是你們的行政劃分 就好像譬如說 假設了 我們舉個例 我們今天打進福建 我們拿了什麼東西 到時候要談判了 結果呢 福建的一部分的沒有 大陸說好那就算了 我就把這一部分讓給你了 我以後就併到浙江去 不可能嘛 一定是大家會有一個爭議的 就是你的行政劃分好了 我就是要這一塊 那現在的情形就不是 所以我認為還是會讓 給這個川普有一個機會出手 就是說大家做個交換 結束了 其實呢這就牽扯到 美國他到底未來 他的角色是什麼 他的態度是什麼 這就很重要了 而另一個部分呢 則是要來看到中國了 中國現在的一些角色 還有態度是什麼 是原來現在有 越來越多的歐洲的元首 或者是領導來到了中方 他們是體驗的叫做高鐵 甚至呢開始做高鐵外交 因為呢這位分蘭總統 他就在視頻當中呢 他就直接拍了一個 用手機拍 他就說 哎呦怎麼會這麼穩 來看看畫面 好 看得出來他做應該是小股腸了 他呢在這個社交平台上面 曬出了一段影片 他是從北京搭到了上海 那在影片當中呢 他就說哎這個真的是還蠻穩的 那同時呢他也很驚訝說 哇小姐姐都長得好漂亮 服務好熱情哦 他也很在地的入境隨處的 講了一句謝謝 其實呢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也特別提到了 像現在中方呢 他們願意對芬蘭來實施免簽 其實這一年來啊 他們其實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他就用第三次的 用中文說了句謝謝 謝謝高鐵是這個基礎建設 很多人呢他們在做 國家的基礎建設的時候 當然都是希望有這樣 比較大型的項目 特別是當你交通通了之後 你才能夠獲出去人進來嗎 印尼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印尼呢在雅萬高鐵 哎完成之後 第一年就吸引了超過了 400萬名的乘客 所以現在呢他們希望中方 是不是能夠再來加大高鐵的投資 原因是因為要爭取 向東再延伸到東爪哇港口的城市 叫四水 這也算是一個大城市了 他們希望呢 從雅加達啊 然後到四水這一邊 比較港口的城市 可以把時間縮短到 只剩下四個小時 那就讓他們整個的貨運啊 整個的物流 能夠更加的流暢 而越南現在也開始在談 談的是全國的高速鐵路 其實這個東西他們已經談很久了 那也因為所費真的是不資啊 大概是有673億美元的項目 由中國建築集團來負責 那之後呢 就會讓南北越 他就可以通起來了 所以呢 他們整個越南國家的 資本管理委員會 是對於這個項目 他們表示很樂觀 也希望能夠給予大量支持的 到底為什麼大家 對於大陸高鐵 這麼樣有信心 也因為你看到了 就在他們自己的境內 包括了從金戶的高鐵 然後包括了你可以上山 可以在海邊走 那可以再克服很多比較特殊的地形 所以呢 當他們現在要蓋這個廣東的 深江高鐵的時候 你就說了 這是一個超級工程啊 因為真的不容易 他們現在呢 包括移動摩架啊 連續糧等等 都要開始希望能夠全力的衝刺 能夠達成目標 從深圳香港到越西地方呢 會省大概一半的時間 而且呢這個深江高鐵 他們比較特別的是 還要再蓋一個重點性的工程 就是深圳的機場東站 這個聽起來也很酷 因為呢他就告訴你了 你可以樓上搭飛機 然後落地之後 你直接下去 就搭高鐵搭地鐵 在這邊他們預計 未來每一天的客流量 達到了63萬人次 那這樣子的一個數字呢 就會讓大家講說確定嗎 因為如果能夠達到的話 哇那這邊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運輸轉鈕中心 而另外在東海的海底這邊 他們也要開高鐵海底隧道 已經開始正式開挖了 這個是在永州的鐵路金塘海底隧道 那這個呢也有可能 如果真的建完之後 就會變成是世界最長的一條海底隧道 講海底隧道很多人 講到英法之間的那個連線嘛 現在呢當中方現在也開始 是要往海底去挖的時候 他們希望2026年年底能夠實現貫通 其實也很快耶 兩年之後 那希望到2028年就可以具備通車條件 基本上呢到今年年底的時候 中國的高鐵的總長已經來到了 4萬4千公里 這算是全球第一名 也這樣子的一個實力讓大家會開始在看到 他們確實在基建上面已經開始克服 而且挑戰了很多的不可能 那就對比美國了 因為美國一直以來都說要做高鐵 但怎麼就是都做不出來呢 其實你看到他們有一些新計畫藍圖 密密麻麻的紅色綠色黃色 這一些都是他們高鐵協會 最近所規劃的新藍圖 但不論是哪一條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都還沒有開始興建 不是說還沒興建完 是連開始興建都還沒有 因為1992年 他們那個時候就指定了五條 適合高鐵的走廊 那這裡面呢 30年過去了 好像大部分還是遙遙無期 錢的問題 人的問題 又或者是呢 包括了在加州這一邊 洛杉磯跟舊金山 這條真的是很需要高鐵 好可問題是 連完整的明確的時工表都沒有出來 也就是說呢 有討論 但沒有後續 就沒有然後了 即便60%的美國選民都支持 好像也沒辦法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所以就想要問問看 請教帥將軍你怎麼樣來看 當高鐵已經變成他們一個 非常硬抵的文化的時候 然後開始可以變成高鐵外交 這也能搞 對 因為它的技術超過任何一個高鐵國家的技術水準 因為它已經在國內的基礎建設裡面證明它的能力 海底隧道這個高架的這個山區裡面的高架高鐵 還有打通這個這個琴嶺啊 打通這個天山山脈的這個這個寒道 它都能做 所以這個是它的技術本位 第二個優勢是它的資金 第三個它的這個勞工跟這個工程師 它是一個完整的package的東西 誰只要給它談成高鐵就成了 很多國家有的是缺資金 有的是缺技術 有的是缺工人 有的還缺什麼條件 你有周轉的條件 所以高鐵是變成中國對大陸的一個名片 那前面你剛剛講的芬蘭的問題 是紅蘿蔔跟棒子的問題 那對法國開始進布蘭地是棒子 對芬蘭開放免簽是紅蘿蔔 這是它大國博裕對歐洲的做法 然後看這個東南亞 越南叫了很久 為什麼中國大陸沒有答應 對 越南的問題是它的 越南是需要 因為越南是中南半島最長的一個國家 像一個比那個意大利那個聖誕襪子還長 那需要一條鐵路 讓它的血脈能夠貫通 但是越南政府沒有辦法去把真諦的問題解決 所以跟日本談的時候就談泡湯了 中國大陸也猶豫啊 我可以出人 我可以出技術 我可以出資金 一地爭不來 我的工程延誤下去 投資回不來 第三個攤 印尼 印尼亞灣高鐵已經做了很漂亮的一個展示 那印尼又把首都要遷移 它要把經濟重心要調整 它當然需要一條高鐵 這是印尼的問題 美國為什麼做不出來 第一個高鐵需要大量的投資 第二個高鐵要跟地區 local的公車網要能配合 你看中國大陸在浦東機場 我去了 就發現什麼 飛機下來了 下來下面就是高鐵站 就是地鐵站 就是高速公路的車站 再加上市區裡面的運輸車輛 換句話說 從天上地上到別的省 全部通 這個才能做 美國呢 你是私人投資 拿不拿出這麼多錢來 第二個 美國人開汽車開慣了 我上了高鐵 我車子要parking在這一站 我到了目的地 我要去借車租車 對他來講 始終拿不出決心來 所以高鐵每個國家有發展的需要 但是有發展的限制 我們就看出來 越南是個例子 美國是個例子 成功的例子更多了 是 我們先進廣告 等等後來繼續來說 我們剛講到大陸現在他們搞的是高鐵外交 但這樣就真的讓美國望塵莫及了 請教顏老師 我覺得美國 就是19世紀它是一開頭的時候 它這個整個技術建設是搞運河 因為它要從加拿大這個聖勞倫斯運河 一路東西進到芝加哥 所以打通了五大河有運河 剛才我們提到這個 剛剛您提到的Ari 這個賓州這個五大運河之一 這個賓州西北角 這是當年一開頭的 後來就搞鐵路對不對 19世紀末期華人都去弄鐵路 是 20世紀全部搞公路 搞了公路以後 它發展出汽車工業 然後呢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汽車工業它要照顧 所以它就 鐵路這邊它就不理了 所以整個汽車工業 美國的汽車工業 等於是 完全是領先全世界 大概有六七十年級 一直到70年代以後 日本才慢慢開始有一些挑戰 其他國家 當然德國他們做他們的 對美國也不是挑戰 另外一個就是 美國還有一個都市化之後 又開始變成往郊區走 所以有錢人都覺得 我有汽車我租郊區 都市可能第一個就是 可能交通 雖然說是交通是比較方便 可是你要進去篩車很麻煩對不對 像紐約後來大家都說 就說不開車了 但那就往外面搬 然後就住在外面了 所以住在外面之後 更加不需要一個鐵路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美國我覺得即使有心 你的這個人的心態 人的這個生活習慣 都已經不是朝這個高鐵的 再加上我覺得 這個可能要就是說 是一種咒詛吧 就是因為美國地太大 大家住得很善 所以高鐵很難弄起來 人口又沒有像中國密度這麼高 所以我覺得 美國現在這個落後就認了 然後可能大概也很難發展 這是我自己觀察的一個結果 好我們等著廣告會 請吳老師來幫我們總結 沒有誘因 沒有誘因 中國大陸的高鐵外交 我們與其說高鐵 不如說鐵路外交會好一點 因為高鐵在越南或泰國也好 他們遇到的就是融資跟一些 爭地的問題 但中國鐵路外交是做的還蠻強的 我們就舉老挝好了 我們講寮國 大家講老挝 他們是一個相對於貧困 大概GDP大概9000多塊 人均GDP9000多塊美金 然後發展很不平均 所以他們政府希望能把多些建設 鐵路跟高速公路 從他們的萬象這邊 大陸叫萬象 我們叫永征 往外建設 中國就幫助他們 幫他們蓋中老鐵路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他們 從萬象到永安港 就是越南的永安港 的人均GDP9000多塊美金